我突然听到一个坊间传闻 说这个节目组在筹备这一季的时候 要跟嘉宾都聊一聊 说问到周深的时候 经常问到周深很多关于职场问题 周深的回答极其的坦诚 敞开心扉的回答 经常说 我从前有一个老板 后来他的同事们都说 你就从头到尾就这一份旨意 你说你从前有个老板 谁都知道是谁 所以我没有说那么多坏话 所以可可爱 你学牙医 爸妈还可以提供牙 至少牙可以给你实习 可以让你实习 提供样本给我去实习 爸妈可以让你实习 我说我是个牙医 来 过来 来 有一个牙坏了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 周深如果真的是个牙医 带着口罩 躺下 拿几个钻 可能需要个苹果 先 哈哈哈哈哈哈 唱一首歌之前啊 这首歌我不太会上不太会上 一唱就唱破天灵盖的那种 对你也是这个文学的其中之一 你还可以改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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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要 不行 深深是行还是不行 行 行你可以试试 你怎么在职场婚6年 哈哈哈哈 哦哦 原则上不行 但是这次你可以 原来我更适合没有这得分 呃 这个是你仔细想想是原则上不 我们浪费了那么多机会吗 哈哈哈哈 每次领导一说原则上不行 我们就放弃了 哈哈 高了半天 这次你可以啊 哈哈 你就是泽灵了 你还觉得是丁慧吗 我我真觉得是丁慧 那就好 那就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夸你是演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试错吧 希望你这样灯灯亮着 谁谁觉得呢 按照反着反着萨老师的选择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班主任让班长去拿本子的时候 真的只让他去拿本子 对 哈哈哈 你还把水桶拎来了是吧 有的时候班长会想 啊 我有这个荣幸去拿本子 你还把水桶拎过来 老师还用拖地吗 老师我给他给你看看呀 哈哈就是毒奶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毒奶专不了解 毒奶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 我还是喜欢明灯的 哈哈哈哈 至少还比较养过 这些方式是让你很难接受 阴阳怪气的 你碰到过手 我不能说太多 哈哈哈哈 救命啊 哈哈哈哈 比如说哪一哪一种话 是你最听不懂 我都说到了很多的孤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能把自己尬在台湾上 我尬在哪儿去 打打打打打打 哈哈哈哈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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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不知道萨萨肯定是靠眼睛 对 就长得好看 你就是个花瓶 哈哈哈哈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对不起 哈哈 我是个花坛 哈哈哈哈 周深可能 没有注意到一种情境 就是有的捧杀 他不是在你面前捧你 有的捧杀 他是会说 何老板 我觉得周深好棒 就是那种捧杀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没有办法 他不跟你直接过招 比如说你非常的恐高 然后他跑到我面前来说周深真的很勇敢 好勇敢 对 他好想去蹦极 要暗杀吧 哈哈哈哈 对 就是我不理解 为什么要这样 你很快会发现他的甜 哈哈哈哈 我愿意跟你去惋惜 你那一下你就啊 那一下你的力量 你就 掌声有请 大展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还从起小楼梯来下来 我跟你讲 大老师 看着我的眼睛夸 啊 太难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 大家夸你 相貌 你都已经听习惯了 没有人夸过我相貌 这个确实没有人夸过我相貌 我早就认清这个事了 那是个反讽 不要再提这个事 提我就上去 那我就夸您的自知之明吧 夸您的自知之明吧 不是那个意思 我处处是坑啊 他被cue了 在我的列表里哦 对 深深你怎么看 我都可以 都可以 你要随便啊 我真的都可以 哎 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凑合的 对吧 哈哈哈 我不喜欢臭 都可以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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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气死我了 气得嘴都爆皮了 现在萨萨被cue了 想要跟萨萨组队的请举手 除了周深都可以 好 哈哈 啊 哈哈 一下 呀何老师我这个也掉了 啊老师我这也掉了 呵呵希望任何人都看不到我啊 你怕被看见对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我们就能为我们的实习 一股名冤 哈哈哈哈 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我唱到后我就成了你 把朋友再见 哎 把朋友再见 让我们把朋友再见 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假如我身 战斗中西水 没有把这球 哈哈哈 更好想就是每天他全是假想敌 他生活中他所有的 一切他的老街的周围 这都是跟着跟我对着干的 你为什么这么看我 我 你为什么笑 因为你帅 你为什么说我帅 你说我帅的时候你嘴角抽动了一下 你是不是在说假话 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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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直接由假想敌变成真真 哈哈 第一集错了和最后一集错了最后一集 我们其他孩子除了第一集大家都对了 我是一个有头有尾的人 哈哈哈哈 要偷叫我 有时有钟 哈哈 偷游 哈哈哈 亮起来把你尾巴亮起来 有时有钟 涌入脑中 他的手就伸出去了 而且他的动作是 十绿 哈哈哈哈 他当时坐在这儿敬夜从这儿过 十绿 十绿 哈哈哈哈 这个活我也能干吗 十绿 哈哈哈哈 再给我一分钟 哈哈哈哈 马上 什么情况 对 其实很多新人来到这个行业 好多人可能一两个月就辞职了 就会发现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们几乎很多的时间花在做合同上面 就你为了 还有你有一些非常非常琐碎的沟通 就为了一些细致末节的问题 对 大决经验同事 接 不接 正活不行 就这个吧 结果发现弄错了 反了反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说我这个这个不能 哈哈哈哈 接了一堆不该接 哈哈哈哈 我连顺利都不分享 哎我也是 何况了 何况了 我洗眉都不报 我的工作基本上就不跟父母 对我也是 哈哈哈哈 那个区别的 老板谁都知道是谁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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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听到一个坊间传闻 说这个节目组在筹备这一季的时候 然后跟嘉宾都聊一聊 说问到周深的时候 经常问到周深很多关于职场问题 周深的回答极其的坦诚 敞开心扉的回答 经常说 嗯我从前有一个老板呢 就是 就后来 他的同事们都说 你就你就从头到尾就这一份职业 你说你从前有个老板 谁都知道是谁 哈哈哈哈 所以我没有说那么多坏话 哈哈哈哈 所以可可爱了 而且我是在乌克兰学医 而且我在那个城市 又离波兰很近 所以老师第一节课 我可能就恨不得 把老师每个笔记都记下来 就等下打个哈欠 啊我们休息一下 我的这个记录上面也会有个啊 我们休息一下 因为他一二三可能说的又是波兰语 然后再下节课 他一二三可能说的又是斯洛伐克语 就是他一直在串 你父母是是从事医学的是吧 不是 哈哈哈哈 那家里有人会说乌克兰语吗 没有哈哈哈哈 你学牙医 爸妈还可以提供牙 哈哈哈哈 至少牙可以给你实习 可以让你实习 可以让你实习 提供样本给我去实习 爸妈可以让你实习 想到自己第一次做这个描述的时候的问题 因为从来没有做过 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 天天都要准备这样的表达一下表达 所以我第一次他说 你要介绍一下你们的国家 然后他让我做PPT 我不会做 所以我不喜欢做PPT 就是原因 然后第一次我就直接是放了一个 类似故宫纪录片的东西 哈哈哈哈 我就 我来自我周深来自中国 这是我准备的PPT 哈哈哈哈 40分钟 结果 效果很好 老师说 PPT跟VCR还是有区别的 我第一次去那个 海选就是参加好声音 然后我们是一堆选手坐在那 因为我是真的非常内向 我特别害怕别人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 连招呼都不太敢打 所以我就坐在最角落 然后就一个个进去试音 然后就从大家中午等到了晚上 十一十二点嘛 所以我们都已经试完了 哪怕试了四五遍 然后最后 选管就说 哎你带的选手呢 我当时就啊 我还要带选手吗 所以邱怡的状态我特别理解 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 打破那个尴尬 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口 所以后面怎么打开的呢 我就告诉他我是选手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我发现做轮板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找事做 对 你得自己发热 那也是一个自嗨锅 把板凳烤熟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这是看中间还是看工间 有大哥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大哥都没有 文身吧 文身有文身吧 对 有文身吧 有大哥吧 有几个吧 还有吗 我把刚啊 这肯给了 哈哈哈 对有一些怎么去选 这个房子的一些tips 比如我知道在上海 最好不要选一层 哈 你怎么选房子 这个问题 你问徐律师 你稍微有点为难他 徐律师我又不是中间 他已经讲了 我因为从小住在上海 我没有住过房子的好不啦 哎干嘛好嘞 哈哈哈哈哈哈 徐律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哇 没有哎 哈哈哈哈 超好笑的 自开演唱会 大鱼一响 全场人跟我一起 帮你飞远去 我就哇 我就觉得我做歌手太幸福了 你的被认可被接纳 是我最大的那一下仪式感 上海吗 对上海 我在那场 哇 这时候他在下面就忘成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看到就是 你现在头发这边已经被抓起来了 令你头突的压力时刻有吗 有 我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度专辑的时候 那首歌它叫做蓝色降落伞 然后因为我是新人进录音棚 完全不会唱嘛 当时那个监制是高尔松老师 然后高尔松老师 你的这个降落伞 唱的不对啊 哎 没有颜色 太像老师了 你要唱出蓝色 我说带着耳机再录音棚 蓝色 哈哈哈哈 我就 我蓝色 然后再说 哎 走了 你应该这么讲 当时不够聪明 但因为后面就很受挫嘛 然后小松老师也隔了一下 还是给我发了一些比较安慰的一个微信 但是那当时的那一下子 我知道 那个刺激 很难去把它全部散开 对 有的时候我们去主持一些盛典的时候 他会要求英语 我就一定会问清楚 是比如说这个 比如这一段英语是 我来还是别的主持人会来完成 或者说比如说我会告诉他 就是问他说这个 我们这场活动需要的英文的量 大概是多少 一定要问清楚 我会问是哪国英文 还要问口音 伦敦乡是吗 现在是一个关于法律问题的探讨 我觉得如果你不会 你就真说 sorry I cannot answer you with English 或者 或者跟他说 就用语说 no problem at all 哈哈 完全没有问题 哈哈哈哈 no problem at all so easy i can do it 哪里不会点哪里 so easy 哈哈 在这个case里面你觉得王小 更固的是吧 哈哈哈 那个叫battle 好吧 batter 更固的 我喜欢这个表达更固的 哈哈哈 更固的听起来比较有态度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懂成成 如果说battle的话就比较专业 要更固的才显得是中英文家的 啊更中英穿穿在一起 哈哈哈 那这几个更battle的我们就不敢 哈哈哈 你处死哪个万 哈哈哈 这样啊 有有争议吗 还有阿牛呢 阿不阿牛 我觉得不阿牛了直接bote吧 希望这次我们不要再给他poy the milk 为什么poy the milk poy the milk 我会说poy the milk 可是什么意思 这一期不光是要替代实习生 哈哈哈 怎么我们也要走了 哈哈哈 已经在装法了 啊 真的 待会下一期就好了 哈哈哈 那我跟着你去看吧 赛老师 太吊架太吊架 快坐坐坐坐坐 那您的身价是挺好的 不要两个人一起 两个一起太吊架 我们一个一个 哈哈哈 这两位是转体四周半加比叉 哈哈哈 那怎么落水啊 那个水花也太大了吧 难度系数完全不一样 竖着比下去的这样子 比叉对比侧叉的这样子 旁抬嘴得抬到这儿 要压水花哎 而且他俩是双人跳 配合的相当默契 反正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没猜对 我不参加发布会 哈哈哈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摆对了 哈哈哈 这个赌注我喜欢 sup bright light 来了 开始了 呜 还好发布会有人了 发布会有人了 这样子 这样子 好来 下面让我们一起进步道 几个个校园亮升 十个 在发布会上我还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 就深深说的 原来我也看过他比较害羞 不太敢说话里面 但他今天在台上是气氛担当 而且每一个话题的起程转合的 就是接口都特别的好 而且流利语速极快 之前我私底下跟好朋友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也到陌生环境就混淆 所以我一有个问题就是 人到底存不存在两个状态 就可能一个工作状态 或者是跟他一个私底下的状态 因为我之前我可能参加工作节目 我一句话不说 那你就会说 那你来干什么 没有我 我就是有听到过像梁律师跟敬业说过那类似的话 我就跟他说过怎么办 我觉得我抢别人的话会不会不礼貌 说怎么样不好 他说那你就别做艺人了 我就有听过这样的歌 他说你不要做艺人 然后我说唱歌会不会别人 会不会别人不喜欢 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工作方式变了 但他的性格没有变 他就把自己性格里面适合工作的切面拿出来 对我是觉得永远找一个自己舒适的状态 去到一个环境里面 我好喜欢团结哦 哦 我们大北京团结我超级喜欢 那是因为何老师你很厉害 原来录完大北京快乐家族都会请嘉宾一起吃饭 就只要是不着急走的嘉宾 我每次都组织大家一起吃饭 我也觉得在我心中也是一个小的团结或者是怎么样 后来慢慢的就是这一两年来就是比较少了 比如说像娜娜有了宝宝啊 然后就是大家可能有各自的事情 而且更多的情况是大家可能要着急飞走去别的地方 嗯 然后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少 有一段时间我还有点伤心 嗯 我一个人或者我跟娜娜 或者是我跟涛涛 就是反正两三个人跟嘉宾一起吃饭 就很少快乐家族能够聚集 我还有点伤心我就说是不是团魂不在了 后来我发现不是欸 就是真正成熟的团体 它其实团建是加分项 但是它不是必选项 是 后来发现我们快乐家族的那种灵魂的互动 或者我们彼此之间那种深爱的东西 是不是说靠要每天在一起吃饭 我现在就很释然 反而就是大家有空就说 哎 何老师今天去哪吃 我们一起去什么之类的 只要有空大家就参加 我后来才知道可能有一段时间 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事情 但是因为他们也带着一种 这是团间必须参加的心情 但有没有可能就是那段时间 他们搞团间没有叫你 背后发凉了 诗然的团魂一下碎了 而且可能就在隔壁包间 哈哈哈 晨晨不知道什么是板爆 啊 黑板知道吗 爆知道吗 教室去过 去过 哈哈哈哈 教室怎么没去过 教室是 小时候在你面前摆下作业了 哈哈哈也没点奖励 哈哈哈 哦哈 板爆 黑板爆 教室去过 老师见过吗 哈哈哈哈 这应该是你遇到的最刁端的问题 成长是这样的 教室是前面不是有一块黑板是老师用的吗 后面会有一个黑板是要学生们自己写一些 啊 不过是这样的 我现在看有的学校真的不是用黑板的 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黑 他们用电子板或者用贴手做 投影仪吧 他可能是 哦 对我们都是电子吧 嗯 对 你们你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吗 不是 真不是 我只我只看上去跟他同女 哈哈哈 但是去哥哥哥哥 谢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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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